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科幻片 杀戮指令 影片一开场 先驱者公司的工程师大眼妹正在车间下溜达 这大眼妹体内植入了一套高科技的设备 这套设备不仅让原本瘫痪的 她重新站了起来 而且还能发出指令 控制由她所设计的所有的武装机器人 这个时候收到一套信息 说在先驱者一号训练基地 有一个武装机器人学会了自我编程 这个消息令大眼妹幸运不已 因为她设计这些机器人的初衷 就是为了在今后的某一天 能够代替大兵们上前线打仗 接上级的指示 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员们 准备前往先驱者一号基地 跟武装机器人进行一场 围棋两天的实战演习 大眼妹作为训练基地的督导 也一起跟着过去 参加演习的成员并不是很多 带队的是小黄毛 另外还有毛蛋哥 老臭哥 酱油哥和其他几位 不是很重要的角色 大眼妹体内这套设备 不仅能够操控武装机器人 还能扫描出每个人的资料 这其中包括性名性别 出生年月 身高体重 家庭背影 性寻想等 先驱者一号训练基地 位于一个封闭的小岛 四面环海 一旦出事跑都跑不了 这帮人登上小岛之后 很快就发现 所有的通讯设备 全都不管用 就连大眼妹体内的 那套高科技设备 也跟外界联系不上 这帮人刚进入基地 机器人首领 便放出了无人挣扎机 过来摸他们的情况 很快 几个看上去 呆头呆脑的机器人出现 这帮大兵几乎没做什么事 就把这几个机器人给摆平了 出战告捷 大家伙都非常的兴奋 晚上围在一起 是有说有笑 只有小黄毛一脸的忧心冲筒 毛蛋哥说 该吃吃该喝喝 有啥心事跟哥说 小黄毛说 我这脊脱根一直的窜凉气 预感到可能要出什么事 果不其然 到了后半夜 站岗放哨的酱油哥 不幸被机器人手里给杀了 龙套姐说 形势不好 咱还是仨子跑 可她的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就重担领了好饭 洛塞虎端着枪 正瞎悬末的时候 突然就被机器人 手领掐出了脖子 哎呀 要说这哥俩配合的是真默契 洛塞虎当场就被击毙了 小黄毛说 不能再吓唬闹了 你赶快把这些机器人给我关掉 不然咱全都交换票 大眼没说 大哥我做不到 咱现在必须找出 这些机器人出毛病的原因 这样才能对症下药 一帮人正商量对策的时候 武装机器人突然就杀到 几个人一看 大师不好 没头就跑 大眼妹慌不择路 一头撞树上就梦穿了 昏睡了一晚上之后 这大眼妹是红光满面 竞争犯怕 小黄毛说 这帮孙子可是已经疯了 咱得赶快杀子了 不然全都得报老乡 可想跑哪有那么容易啊 训练基地和外界之间 有一个小城堡 进来的时候挺顺利 可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 大眼妹和小黄毛 跑过去开门 其他几个人垫后 一帮人如惊弓之鸟 顾头不顾定的扎子就跑 机器人首领一看 这帮人想跑那能干嘛 他首先让手下 扔出了几颗烟火弹 然后趁着这帮人 正懵圈的时候 突然就发起了攻击 毛蛋哥一不留神就中了弹 大眼妹一看急忙跑了过去 企图重启程序 控制住这些机器人 可遗憾的是 由于机器人首领 已经学会了自我变成 因此大眼妹这套 根本就不灵了 眼瞅着毛蛋哥 要惨遭机器人首领的蹂躏 小黄毛心一横 一枪把毛蛋哥给毕业 剩下的这几位 且战且退 终于钻进了什么毛 小黄毛说 你瞅瞅你干的好事 你这设计都是什么玩意儿 大眼妹说 这都是高科技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小黄毛说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大眼妹说 设计他们的目的 就是用来取代你们上诞场 他们会学习分析 并且自我变成 一旦学习到足够多的事 他们就会实行自我的改造 我们设计这些机器人的初衷 就是为了拯救更多的生命 不过目前看来 这技术还不是太成熟 机器人一看 这帮人躲在里边不出来 于是便开始切额打门 老抽哥说 还要等半个多钟头 这运输机能到 这门可扛不了那么久 随后几个人又打开了 另外一道嫌疑免禁的门 大家伙进屋一看吓了一跳 原来这里面 是专门用来测试机器人的 在另外的一个房间 他们还发现了几具尸体 也不知道是怎么死 为了防止机器人冲进来 小黄毛等人安装了炸弹 几个人正忙活的时候 大眼妹突然窜出去 由于这些机器人的信息 都是共享的 因此大眼妹准备启动 其中的一个机器人 通过这个机器人 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机器人被激活之后 刚开始爱情 大眼妹问一句他答一句 可时间不大就不听话了 大眼妹说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机器人说 由于跟人类交战训练的 结果不如一期 这些目标缺乏积极性 因此才改用实弹进行训练 机器人说着说着 就开始对大眼妹进行扫描 机器人说 你可是出错了 你没有获得授权呢 所以你也没有权利 继续防护你 可这大眼妹不甘心的 还想尝试着 进入机器人的系统 机器人说 大妹子 我们可是已经失控了 你赶快逃命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外面那位机器人的首领 冲破大门闯了下来 幸亏小黄毛和老臭哥 急速出手 大眼妹才捡了一条命 机器人继续切割大门 很快就突破了 这些人的防线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龙套哥及时引爆了炸弹 头一批冲进来的 机器人全都领了好汉 随后几个人 来到了另外一处 训练机闭 大眼妹通过扫描 发现了一颗 电磁脉冲的炸弹 这种炸弹 自要是一引爆 强烈的电磁波 马上就可以让 一切电子设备短路 大眼妹说 机器人中有一个领袖 这一切都是她搞出来 她重写了代码 并传播给了其他机器人 如果我能靠近她 并且引爆炸弹 估计就能让她里喝饭 小黄毛说 那你这跟自杀 没什么区别 就算你侥幸没梗屁 但你大脑里 所有的程序 都会被轻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的一早 机器人在首领的率领下 向小黄毛的人 发起了总攻 老抽哥在这场战斗中 不幸中的牺牲了 小黄毛等人且战且退 把机器人引到了 电磁脉冲炸弹的附近 随着大眼妹的用力一按 所有的机器人 包括大眼妹 全都断了电 要说这个机器人首领 那是真牛呗 居然神奇般的 扛出了电磁脉冲炸弹 不过这机器人再聪明 还是没有人类狡猾 大眼妹这演技是真不错 装死装的那叫一个像 趁着机器人首领 愣神的功夫 突然就使出了阴招 俗话说 鸣枪一朵 暗简难防 机器人首领一个不留神 就被子弹击中死穴 当时就知道了心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 如果技术达不到 千万不要下步了 机器从不讲感情 搞不好就交饭票